成坤,我玄冥二老一向形势作为狠辣建成 没想到,你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成坤到底有多狠毒 为何连玄冥二老都表示自愧不如 原来就在刚刚,龙门标局都大井按照殷素素的要求 日夜兼成,已经如期将于代言送到武当山下 正想家把劲把拆交了 不料却被两个白衣男子拦住了去路 自称是武当派的大二弟子 奉施命特来接三师弟于代言回官疗伤 都大井为了尽快交差,就将人交给对方 可是过了一会,他又觉得不对劲 不对 武当派怎么会知道我们保的标是余代言 宋远桥又好像是专程在等我们 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果不其然,等都大井几人跑到武当求证时 才知道自己被人结活 张醉山和英里廷感到情况不妙 立刻下山寻找师哥的下落 可惜当他们发现那辆马车时,已经晚了 三师哥 于代言惨遭毒手 四肢经脉骨骼禁断 张三丰根据于代言的伤势断定 下手之人用的是少林金刚纸 武当少林从未交恶 他们总会吓死毒手啊 对了 武师哥 你好像说过 三师哥带着屠龙刀找你一步回武当 是的 我一直后悔自责 如果我跟三师哥同行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英里廷表示自己行走江湖多年 知道龙门镖局总镖头都大井出身少林 老七陌生谷文言暴跳如雷 就想立马去杀了都大井 可是宋远乔又觉得这仅仅是猜测 并无证据 劝他稍安勿躁 为了查出背后真相 张翠山快马加鞭 前往龙门镖局一探究竟 可惜还没等他赶到那里 成坤就已经让玄冥二王 将都大井打了 你们是谁灭何假冒武当 我帮你们 龙门镖局上下七十二口 无一活口 有了二王了 人是段武当 余代言四肢筋骨 再是灭少林都大井满门 一招 借一招的栽赃 成坤 我玄冥二老一向行事 作为一狠辣建成 没想到 你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成坤淡然一笑 心说这井井事的开始 果不其然 当张翠山赶到龙门镖局时 就被少林寺的两个老和尚围攻 张翠山极力辩解 说都大井等人不是他杀的 可那俩和尚早已 从都大井的求救信中 知道了其中原委 断定就是张翠山 在给余代言报仇 还势口否认 双方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便在此时 殷素素也来到这里 他原本是想 何时都大井是否 已经将余代言送至武当 不料正赶上这场好戏上演 由于殷素素及时出手相救 张翠山才逃过一劫 可是他刚才挨那沉重一击 疼痛难忍 很快就晕了过去 殷素素急忙将张翠山 带到自己的住处 然后用进口药水给他疗伤 这种药上次张翠山 已经在他身上用过 据说很神奇 不仅能治百病 还能培养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